大家好,家里面有牙,没牙的,肉经常咬不顿怎么办呢? 时常吃快乐,感觉心好累 今天和您分享的这个做法,即使您是一个没牙的人都可以做到入口即化 首先第一步,当然是准备一块金瘦肉 今天分享的这个做法,不管你的肉是猪的哪一块都可以 但是特别要注意,肉一定要挑选,长得帅又新鲜的 首先第一步,先准备一个袋子,将猪肉放入袋子中 然后左拧拧,右拧拧,将袋子的封口打成纸结 接着将猪肉放入冰箱的冷冻层 放置的时间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 如果这个肉是做给小朋友吃或者老人吃,那么放在冰箱冷冻层的时间则是4个小时 个多小时的冷藏,让这块猪肉不会太生硬,也不会太软化 瘦肉的厚度在切的过程中最好是稍微切厚一点,像出锅的瘦肉口感层次分明 这个时候猪肉片放入案板中,您需要准备一根棍子 这个做法是不是非常的似曾相识 每一下的拍打过程都可以将猪肉的纤维拍断 但被拍打的猪肉会呈现一层薄薄的肉片 其实非常多的经典名菜都要用到这个做法 拍打的过程中一定要多用巧劲,不要用力过猛 因为冷冻的猪肉切成片以后,再用力的拍打的话 它会非常的容易出现破洞 这个办法呢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麻烦和不实用 其实完全可以将所有的猪肉切好片以后放在案板上 再用棍子统一的拍打,这样操作起来就非常的省时省力了 但是再次提醒您瞧的时候用力一定不要过猛 这个肉呢非常容易发散 这时可以准备一些生粉或者玉米淀粉或者地瓜粉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是猪肉的每一面都要包裹涂抹均匀 如果呢是做给小朋友吃或者是老人吃的 或者可以在鸡蛋里面打入一个鸡蛋清,是鸡蛋清哦 再搅拌上浆 时间是15分钟左右 如果牙齿实在咬不动 或者没牙,用葱姜水的办法 或者是用清水的办法 其实没用了 您可以对比一下 还是棍子这个办法最实用 此时呢,特别要注意的是水一定要烧开 汇水烧开以后再一片一片的下入肉片 因为经过拍打的肉片啊 其实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薄了 过水的时间在两分钟左右 吃餐在酒店或者是饭店里面吃到的肉片 非常的Q弹顺滑 其实呢就是这个方法 也就这么简单 不管您是喜欢吃酸菜肉片 还是水煮肉片 还是煲汤肉片 可以很不夸张的说 您吃到的每一片肉片都是这么鲜嫩 但是它够不夸嫩 除了前面的用手捏 还可以用刀背轻轻的拍打它 稍微的用力刮秤一下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些肉泥非常容易就可以刮下来 好了,没牙也能咬的做法 您学会了吗 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 我们下次见